小胡打算花30万买个省心耐用的SUV车型 想在日系车里选 看了本田贯道和丰田汉兰达里选一个 请问小胡哪个更耐用省心 好我们就具体对比一下这两款车子的发动机 变成像加车感受的话 车子安全上到底哪更好一些 首先呢这个新款的汉兰达都是7座版本 而这个贯道的全体都是5座版本 所以说如果你有7座吸气球 毫不愿意就选了汉兰达了 这个贯道呢前两天上新上市的一款 也没什么改变啊 没啥意思我就不细说了 总而言之呢 它这款车的优势比这个汉兰达好在哪呢 它的车身安全要比这个汉兰达好一些 你像这个贯道呢 它售价是22万到32万这个价位呢 定位一个中型SUV 它的A柱的强度达到了1500兆帕的热身金刚 B柱是980兆帕的一个强度 它整台车身使用了1200兆帕的这个高强度刚 所以车身安全呢非常优秀 而且前面的防灯梁呢 还是铝合金的 很优秀很不错 要同价位比哈兰达呢 要好一些 哈兰达听见也构价平均打造的 A柱也打造了1500兆帕的热身金刚强度 但是比例用的不是很大 而且贯道采用的冲压是全矿式的一个负车架 这个是非常好非常不错的 前后悬挂的下摆臂都用上了铝合金材质 包括转向眼阳角啊 都是铝合金材质 这个是你哈兰达比不了的 并且这个底盘的防护 用的是塑料的一个防护 而且功能度 防护做的都很好 这个也是你哈兰达比不了的 所以这点呢 要比你哈兰达厚到很多 但是贯道采景价上市的时候 卖的非常优秀的 为什么这几年没人买的呢 其实它的缺点在哪呢 它动力上有1.5T 还有2.0T两半 1.5T不能买 动力太弱了 1.5T的动力 这个发动机 就是和本田CRV和浩远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拉着那个紧凑机SUV呢 还算是够用 但拉着这个中型SUV 绝对是动力太弱了 而且还是匹配个CVT变动箱 所以说我们不能买个1.5T 买就能买2.0T 动力非常强劲 它这个2.0T发动机 代号为K20CA 那么扭矩是370 马力是272 动力是非常非常好的动力 272是马力 但是为什么 它现在没人买这台车呢 毁就毁在了它这款 财富的9AT变动箱上 像这款9AT呢 你像路虎用过 还有这个自由光 用过 什么毛病呢 是一二辆顿挫很严重 而且它这个变动箱呢 适合于国外 德国欧美那边 这个路续去走 因为它不堵车 它能送到9档 我们国内堵车很严重 它这个车你送不到9档 9档就是个摆设 所以这不适合我们这边路况 而且顿挫严重 特别是低速 一二辆的时候 所以说 这个变动箱 影响了它这个销量 发动机是非常不错 动力非常充沛 性的质感的 进行NAS这一块啊 底牌的群化的智能性 马力的都可以 维度坏在这个财富 9AT上 那么有人说 它为什么没有自己的10AT呢 那个时候 它10AT 本田的10AT 还没有研发出来 所以只能 那怎么办呢 一台发动机 三百系的扭矩 是不是 它没有变动箱 能承受这么高的扭矩 所以说只能去外部采购 外部采购 有人说 为什么没有 本国的爱信呢 因为它本田和爱信 本来就不对付 它竞争对手 它也不好意思 上丰田的去弄 是不是 所以说用了财富的一个9AT 就是这样的原因 那么要是 如果是选择这个 丰田汉勒拿呢 汉勒拿车是行不行 不错 很好 换车的啊 各方面都不错 但是就是太贵了 新款的要卖到 32到35万了 它没有什么东西 能够支撑这个价位 那32万 32万 35万 我买别的车不好吗 我买奥迪萨不好吗 是不是 品牌力比你更好啊 是不是 我买就是凯特达克不好吗 我买林肯的海埃加城不好吗 凯特达克X76不好吗 菲律梅你汉勒拿吗 汉勒拿就是说 车子不错 就是卖的太贵了 而且新款的汉勒拿呢 又说这个日本全新进口的20T发动机 戴哈尔尔尔叫S20A发动机 而且摆以前的爱信6AT 后来爱信8AT 但是绝对不可以支撑你这个价位 也太贵了 是不是 而你全后群化是没有铝合金材质 双双双双的钢板群化 你太贵了 是不是 不止这个价位 是不是 爱信8AT 你像我们长安器物也在用 吉利也在用 标志像这个 雪底龙也在用 沃尔沃也在用 很多车都用爱信8AT 不至于说你用了你成人的 你卖这么贵 对不对 并且你的底盘群化 也没有铝合金材质 双双双双的钢板群化 你并不足以支撑这个价位 毕竟你买这个福德瑞剑 不也很好吗 福德瑞剑是非常不错的 用料做工都比它好恐怖的 那么汉兰达单是保值 是不是 发动机变中箱也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卖的太贵了 就是在这 那也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载量车的小伙伴 或者对我上面说的那几款车型 有什么建议 不同的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走发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